其實在整個國際間的局勢 很多人都說 等到11月之後再講吧 為什麼11月美國要選舉 選完之後會是怎麼樣一個樣貌 還真的說不準 原因是因為現在在拜登退了之後 換了個賀錦麗上來 民調有時衝得很高 有時好像兩個又差不多 所以其實讓川普現在 他在選舉的過程上面 是不是步調也開始要調整了 過往對賀錦麗 當然是副手沒什麼好說的 現在開始在講他選前 突然變黑人 好 這麼一句話呢 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樣講合適嗎 先來聽聽他原話 好 先幫大家呢來澄清一下 再科普一下 這個Harris呢 他的媽媽來自於印度 他的爸爸呢 是亞馬加後裔 所以呢也算是非裔 過往其實呢 他在求學的這個路子上面呢 很多時候你也是非常清楚的看到 他比較非裔這樣子的一個路子 成長的路 好 可是問題是 這一次川普呢 他去參加在芝加哥舉行的 全國黑衣人記者協會的年會上面的時候 這一番談話 其實讓很多人很感冒的 因為覺得說 現在是又在論種族了嗎 然後你把自己說成是 解放黑奴的林肯 說自己呢 對黑人 對非裔非常非常的好 好 這麼樣一些說法呢 甚至讓很多人是沒有辦法 聽不下去 直接就離場 甚至呢還辭去了 共同主席的職位等等 基本上對於川普來說 講出這樣的話 過往也有聽過類似的言論 所以不是太意外 但是呢就在想說 他現在是不是選舉的步調 有開始轉變不一樣了 好 另一個是什麼 另一個是范思 范思呢 現在也因為曾經批評 這個民主黨的李秀 是無子女反社會的 這麼一件事情呢 讓大家開始在說 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對於賀錦麗來說 當然因為 他先前為什麼會被選上當副總統 很多人說就是因為 他其實有印度方面的協同 能夠找到亞裔這邊的票 那現在呢 強調自己是非裔這麼一件事情 當然也因為 過往的幾年的時間 很多人認為 非裔的選票是不是有在流失當中 對於他來講 贏當然是最重要 選舉誰想輸嘛 對不對 賀錦麗現在要贏 有一步是什麼 副手選誰 可能對他來講很重要 因為之後 他即將要去費城這一邊 來進行巡迴 巡迴手戰選了個搖擺舟 很有可能 他的副手也會是來自搖擺舟 賓州州長 蝦皮諾現在的呼聲是很高的 因為以前呢 在他自己 賓州這邊州長選舉的時候 他就曾經擊敗了共和黨的州長人選 所以呢 那個時候的大贏 讓他在民主黨裡面支持度提升 現在如果他願意出現的話 哇 那他就會是史上第二位獲得 重要副總統提名的 猶太裔候選人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把先前猶太裔可能對民主黨這邊有一些遲疑的這些選票把它給找回來拉回來 那至於現在的民調比數到底怎麼樣 21家民調呢平均值說川普是領先賀錦力0.7%的 所以呢現在他們認為非裔西班牙裔都會成為關鍵 好差距逐漸的在縮緊也一直有在上下變化當中 因為這樣選情很多人開始在看了你來看看 每選的新聞呢現在討論度飆升56% 甚至提到了福斯新聞呢已經變成了大贏家了 因為呢他們的這個五七月份的收視率已經創下2020年11月以來的新高 而針對於賀錦麗川普可能下一步打的是什麼呢 有人說啦過往賀錦麗在選副總統的時候曾經有人就說解密他 因為呢他曾經疑似不是疑似就是爺爺被證實啊 就真的當過小三嘛然後呢甚至呢他的這個當時的對象 也有在證實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的對象也不是泛泛之輩啊 他是什麼是長期擔任加州議長 後來呢還當上了舊金詹市長的這一位布朗 那那個時候呢因為他說他跟他妻子分居 所以跟賀錦麗有過一段情事後呢其實也在賀錦麗的從政路上幫助過他許多 這麼一件事情現在在福斯新聞 甚至呢在比較偏右這樣的一個媒體呢他們是大打這一些內容 也質疑說賀錦麗到底呢有人講的比較直接叫做以身體換取仕途等等 好這一些當年有講可是沒有成為硬傷 現在回過頭來看 當他變成了總統候選人主角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影響 大家說下一步有可能會逐漸發酵 請教教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好因為川普現在講的這麼一句話 說他之前不是一次他是印度人嗎 怎麼忽然又變黑人了 讓現場這些非裔記者其實不是很開心 川普當然是故意選這個場合來講 當然也包括賀錦麗過去的自我介紹 因為他確實在很多場合都說他是印度人 這個是真的 反而是比較少聽到他說他是印度人 坦白講他也比較不像黑人 他的長相 他長相比較像印度人 亞馬尼加沒有那麼黑 所以事實上 而且坦白說他跟那個 他跟歐巴馬的父母親 事實上都是精英 他爸爸是史丹佛大學精英系的教授 所以事實上都是學界的精英 他媽媽也好像也好像是醫生 這個生物學家 所以川普就是故意的 那當然因為這個場合不是共和黨的場 那當然會有一些非洲裔的不喜歡這樣講 對不對 事實上共和黨這個 包括川普 包括范斯的口不責言 川普的口不責言大家早就習慣了 2016就是這樣在選的嘛 那他甚至連重罪都沒事對不對 那跟那個女生有封口費也沒事 所以我認為這種負面新聞對他的傷害有限 其實最近傷害比較大的是萬事 因為萬事的口不責言 已經到了共和黨已經難以忍受的程度 所以目前現在是民主黨他還在累積能量 一路到8月19號那個DNC要召開 那中間8月5號賀錦麗要公布副首 那基本上不管是Arizona的Kelly 那位太空人 或者是賓州的Shapiro這個檢察官 基本上這兩個人的形象都比萬事要好 也比他資深 那一般人都認為他們兩個都是中間派 所以賀錦麗基本上是會得分的 就是說民主黨他這個叫做 我不是我選我跟有一直性的人來做結盟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得分 那你民調如果有一個或到兩個百分點的增加 那真的會贏 真的會贏 所以現在也謠傳出 說川普當初在選副首 根本就覺得自己贏了 因為他還以為他的對手是拜登 所以副首對他來講根本不是要加分的 他是要選忠誠的 或者是在選接班人的 那這次共和黨可能有人就會開始緊張了 說飯司要不要換掉 是不是現在是不是要就選舉論選舉 所以我覺得未來還有滿多變數的 如果說民主黨是換總統 然後共和黨是換副總統 這個選舉也太戲劇性了 可是我覺得萬事會這麼口不責言 尖酸刻薄 我覺得也出乎很多共和黨人的意料之外 比如說你何必去講人家沒生小孩 你何必去講人家說是貓女主人 你去扯這個幹什麼 你就得罪一大堆沒有生小孩 而且比如說那個 愛貓人士 這個人數相當多 人家經過那個辛苦 人家有的人是努力在生小孩 結果沒有小孩 所以他惹怒了很多人 都是不經意的 我認為川普不會講這種 類似神經的話這樣 是川普的那個講話 還是有一定的縮小範圍 這個是榴彈炮這樣 跟地圖炮一樣亂打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在看 目前就是真的有很多民調 那個七個州 甚至我也看到一個民調說 賀錦麗翻了四個州這樣 所以很難講 那至於他這個過去 因為那個舊金山市長 那個時候沒有正式離婚 他是分居 所以人家就說你就是外遇 你就是小三 那問題是舊金山的人不在乎 舊金山是美國最自由的市場 加州人可能也比較不在乎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到美國全國 那美國的保守州可多了 川普也不在乎 川普自己紀錄也不好 川普 川普因為大家已經熟知了 而且賀錦麗是女生 那這一種 美國還是有蠻多保守派人士的 男女都有 事實上這個議題已經做很久了 而且那個福斯 那個用字有一些 我們現在都不太適合在台灣媒體用的 對 講得露骨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選舉會打得蠻dirty的 所以後面一定會出現非常多 你難以想像的照片 而且還出現了AI照片 AI影片 根本就造假了 那未來一定還會有大量出現這樣 套一句這個台灣網路上最喜歡講的話叫做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這一次的美國選舉 到底會選到什麼樣的境界 為什麼講境界 因為到目前為止 剛剛到目前為止 很多劇情都已經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還有超乎我們過往所看到的歷史經驗 未來還會有什麼驚奇發生 我們先進廣告等等回來聽專家評論 我們說這一次的美國大選根本就是驚喜劇 因為你從來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請教大宗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對 我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今天是8月1號 過去三十幾天之內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就八個字 瞬息萬變 步步驚心 我覺得是這樣子 原點是在6月27號的總統辯論之後 其實當時 就算是有一些內部暗潮汹湧 我覺得拜登挺得過去 但是當7月13號槍擊事件之後 因為它有雙重效果 第一方面是凝聚共和黨 因為當時川普的臨場表現 再加上他順勢提了凡思 當時凡思的評價還不錯 然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士氣如虹 但同時這個場景讓民主黨的黨高層 一般職責高度焦慮 所以也對拜登的施壓到了空前的最高點 所以最後經過拜登的場考才退 到現在其實就是一個月所發生的事情 目前為止當然是 因為凡思定案之後 就是賀錦麗你要怎麼挑副手 但我覺得賀錦麗挑副手 還是一個傳統的思考 就是如何能夠讓副手 讓你能夠平衡互補 加到最高分 所以現在大概 假設最後有三四位人選 怎麼看起來都對她的選情 有一定的程度幫助 不管是前幾天大家所講的 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凱莉 做個太空人 奮進號的指揮官 有軍事的背景 而且她是所謂的邊界州 一定程度上對賀錦麗會加分 要不然就是賓州的州長夏皮洛 賓州是重要的搖擺州 還有就是明尼蘇達州的州長華茲 這三個人我覺得可能對賀錦麗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還有一點重點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 雖然民調上看起來是民主黨往前上升 甚至全國的民調反超 剛剛也提到說部分搖擺州 好像還甚至大幅度的跟過去比是有超前 但是整體的選舉的動能 在三個禮拜之前還在共和黨身上 目前為止民主黨稍有一些勝算跟勝面 應該保守來講是不像三個禮拜之前 那麼的悲觀 重點我覺得最後還是在搖擺州 因為根據一份最新的資料 兩黨包括拜登 包括賀錦麗 98%的廣告是下載賓州 密歇根 喬治亞 威斯康辛跟亞利桑那 這個是未來的重中之重 接下來這個重頭戲就是在 8月19到22日的芝加哥全國代表大會 因為賀錦麗應該是定於一尊 如何在黨代表大會裡面呈現空前的凝聚力 代表說我們有希望最後達成一致目標 擊敗川普就是下一個階段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進入到 美選的新階段 新的角力的開始 我們先進入廣告 廣告回來請江老師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請江老師幫我們總結 這個范斯剛剛出現的時候 共和黨色氣如虹 大家對他的好評都很多 後來被揭窗疤 找出來他過去2021年的時候 講的詩言的話 嘲笑了沒有生小孩 而只養貓的女士們 這還得了就是放在任何一個國家 絕對都是大失言 我看到英國的電視台 有訪問共和黨駐英國代表一位男士 問他說你怎麼看這個范斯 好像現在你們共和黨裡面 對他也不滿 他當然不能公開說不滿 他只說范斯按照我們共和黨的標準 他不是傳統的保守主義者 Conservative 他是一個Populist 是什麼 是民粹主義者 這當然會讓一些 我們共和黨人會有點失望 不過副總統的影響不大 這個也是川普的見解 川普也為他做辯護 而也是說副總統的影響不大 不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民主黨現在他主打的一個口號 叫做We are not going back 就是我們不再回到過去 他完全把自己民主黨定位為 是一個往前走往前看的政黨 而像川普就是一個往後看 停在現在的一個政黨 那這出現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聲音樂 透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